哈嘍大家好,這次歡迎來試玩這款遊戲 永遠的七日之都 現在日本進行封測了 那 這款 曾經有停伏過 停止營運 後來 網易 原本的開發商 他把它收回了 重新 進行大改造以後 再一次推出 變成 放肆類型 我大概看一下畫面 真的是放肆類型的 角色沒辦法放大 放肆類型的 白夜館 抽角色 S級了 我覺得搞不好大家都是這隻 先送了一隻S角 好 兩隻 哇 現在啊 只要是無法割捨的 遊戲啊 還可以換成類型 哇 從動作遊戲變成放肆類型的 從動作遊戲變成放肆類型的 在目前應該也是如果是放肆型 目前來看應該也都是要先把關卡推上去啊 我看大概 比以前的永遠的七日之都 是少了一些東西啦 如果你以前有玩過 玩過永遠的七日之都 像 我這個感受應該是不會那麼好 欸我怎麼掛了 我忘了放招 然後 因為對一款 之前有停伏過的 遊戲啊 多半玩家有課金的 都會失去一些信心 如果是無科玩家可能就會覺得沒什麼差呢 不過無科玩家付出的是時間 歲月 還有心血 好 記憶 一隻石開啟 好啦 先一直放推喔 前面現在推關卡 前面現在推關卡其實 有一點難度存在喔 生氣死 目前只有解鎖到這些而已啊 嗯 升級 可以升到九級耶 另外那隻也順便槍畫一下好了 哇 沒材料了 好啦 放置型遊戲都這樣 繼續推 喔 自動 兩倍速 哇 我發現了新大陸啦 這樣也被我發現了 還有我剛剛 邊要講解 邊要玩你知道嗎 那個老袋會打結 現在完全不會打結啦 說 初始會送十連抽 那我待會要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十連抽 好總之先一路路到一隻石好了 反正一隻石 可以慢慢解開一些系統 現在日本才剛開放封冊而已啊 相信明年應該在台府是看得見的 好 1.8了 游戏線的話 其實就算是普普通通就跟一般放置型遊戲一樣 但是我就發現以前像這種動作類型的遊戲 做成放置如果未來還做得起來的話 那你以後重複遊戲就會開始會看得到各類型的存在了 這大概打到一隻血就差不多了 這兩個角色也看膩了 那個男生啊 妹子不會看膩 我是不是打輸啊 他明明想搶贏 突破 解鎖第二個 拿著突破 我覺得這隻才是主軸啊 安還是 初級應該 他還是比較重要的 一隻死嗎 我準備好來跟你打了一隻死 多了一招 多了一招 主動技嗎 被動技 我 這隻 BOSS不好打 幸好我有強化 不然應該是打不過 好 完成了中央艇 這是第二關了 解鎖記憶 好 好 有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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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2-1,看有沒有解鎖什麼 2-15,記憶殿堂 他沒解鎖什麼 這是封測體驗調查,2000鑽 拿到了 來吧 必中S級,神器 去吧 給我妹子就行了 哎喲 哎喲 兩隻S啊 三隻S 這麼好抽喔 哇,我瞬間得到了非常良好的體驗 這個體驗絕對是嚇死我了 好啦,那我現在進行戰鬥 好啦,我們再這兩隻出去好了 啊,我要把那男的換掉 哇,好熱鬧喔 阿娘喂 欸其實 要怎麼講 其實 如果你沒有玩過永遠的七日之都如果那個時候你不是特別喜歡那種類型的遊戲啊 那你玩這款可能會覺得很好玩 我是有很客觀的角度去 去看的 啊 像 永遠的七日之都當初出的時候我玩了一下子而已喔 然後我就沒有玩了 畢竟那時候我在上班嘛 那可能比較忙 工 上班時間比較長 那我沒玩了以後 像我 接觸 這個 永遠的七日之都沒有很長時間 其實我玩這款就還蠻好玩的 這樣子講會不會被人家噴啊 他出我可能會玩一下 大概就玩一下好了 你以單一的放置型遊戲來看這款遊戲 你不要把他想成什麼 你就把他當作放置型遊戲來看的話 他將贏過很多款遊戲了 因為他 整體 戰鬥 配音音效啊 BGM全部都有 要我說缺點嗎 大概是 這個 戰鬥畫面 你無法去把他拉大 欣賞到 那些漂亮女生的角色 如果可以拉大的話 那就可以弄 可以搞個什麼 時裝系統什麼的 這扇子我沒有強化到 解鎖 解鎖 又一次突破了 其實我這樣 這樣子一路推到第二關 第二章結束應該是沒問題喔 我這樣的強度 我這樣的妹子 我把我這樣子把男生全部換掉了以後 哇我強到翻了耶老大 不能拉大 我還想要近距離看那些妹子 我認識了 자를看 這一次一強化以後馬上 這是他輸出最高 游戏线我大概来讲 也不能说是介绍啦 放置型游戏也没什么好介绍的 不外乎就是放置挂机 顶收益 收集图件 做成就 看故事 闻老婆 就这样子啦 大概是这样而已 放置收益 那后面应该也是有 类似竞技场啊 刷副本啊 然后重点还是会再转蛋的嘛 就喷钱啦 看要不要喷而已 记忆电堂来了 来了 竞技场来了 你看刚讲完就有了 好了 绿一波绿一波好不好 我要把男的派出来了 算了算了可以 拜托啊 他怎么可能打得过我哦 全S人 诶 这个阵型搭配上 那一只鞍很重要 他一个人在前面坦敌人 我看了 那么伟大 那一个这个男的 这个 我们换 哇 那个安 直接去上面坦了 你看 正形的部分 可以做什么搭配呢 那你這種放置型遊戲要記得,一定要有坦克 然後你一定要有恢復腳 那個奶媽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打競技場都要靠奶媽去撐 除非你是重客 你看,要磨一磨,他們都得輸 我這樣就能打贏了,兩場欸,還不錯啊 我再強化安好了,好像不夠了 都沒材料了,要等開啟副本 覺醒會不會是要抽到同樣的角色 大型黑門那一下,打看看打看看 欸,這大型黑門 打都不用打就贏了 這樣就11等了 玩法真的是好容易上手喔 那在日本封車應該是到16號 然後才正式開服 如果在日本那邊的迴響 反應如果不怎麼樣的話 像台服人客就看到了 或者是陸服 好啦 那麼遊戲我都大概試玩到這裡好了 嗯 我來看一下特色部分 好啦 有十多種豐富的結局喔 數十名神器使參上 日本大師級音樂人 坐起家 穿緊線次 還有深憂陣容 深憂陣容應該不用講了 反正重要的就是有丁宮禮會啊 花的香菜等等啊 這些你比較耳熟能想的啊 幽木壁啊 這些其實這些 深憂啊 真的是看到不用再看了 其實都是這些重量級深憂啦 好吧遊戲就試玩到這邊 大家掰掰